我每天陪她来上课 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表示她今天状况是稳定的 所以她今天可以上学 替歌比妈妈壮硕 30岁大男孩 新智年龄不到3岁 看着她那么难受 那你就会想说 祈祷说今天睡了以后 可不可以明天不要再醒过来 让我们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长达十多年对人生逝去盼望 看到你孩子在痛苦的过程 那有时候你很无助也很无难 你很想帮她悲激无疑的感受这样子 所以这人我就没有话最怕 说不出的苦 泪水激情绘画 祥宇变成妈妈的最佳模特 脑部可能不正常的放电 所以她就会不能睡觉 整天就一直叫一直哀嚎 我看到她一直把头发拔下 然后她有时候都会把那个舌头咬得都流血 然后血都伸出了这样 画作记录生命历程 描绘小云喜怒哀乐 灰黑色调总有那明显的一抹红 那点红代表就是说 即使我们在困顿当中 可是你的心中都不能失去盼望 那点红就是一个希望的活种 如果把它取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 也许它就会比较好长大这样子 所以就把它取一个叫草包 一个草再一个包嘛 那就是我的包好系列 它虽然是一个草包 可是让我们历经了很多艰辛 可是它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好的 只要来空中花园它就会很开心 来 还有笑容 用爱灌溉漫飞天使 慢慢地小雨学会浇花 自己浇花 很棒哦 也克服身体障碍能骑脚踏车 甚至懂得简单的烹饪 把妈妈搅拌搅拌 一个急正度多重障碍孩子 能有这样的进步并不容易 妈妈对小雨的爱者是很满很满 对 这个是如果有一个钢子 应该都满出来 对小孩来说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 来 来 来 爱自己的孩子也学会关心别人的孩子 真正的爱就是陪伴跟追价这样 因为听众每一个孩子它的差异是 即使永远听不到孩子叫声妈妈 勇敢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 找到幸福 我的孩子就像一个小乳龟一样 像他走得很慢很慢 可是我们都永远愿意等他